國內有一場每年固定在元旦舉行的 貝多芬業餘高爾夫邀請賽 從開辦以來的16年間 現在已經成為業餘選手們 心目中相當重要的一場比賽 不過會有這麼一場具有意義的賽事誕生 可就要歸功於這場賽事的主辦人 張惠南醫師了 因為如果沒有以下他與高球結緣的 這一段故事 今天也就不會有這場 貝多芬業餘高球賽了 我本身是30歲到美國去讀慈二矯正 但是慈二矯正這個研究所 它每年都有高爾夫球比賽 它是一個社交而且必要 所以我第一次參加的時候 我完全不會打 所以在球場上就鬧笑話 我就打不到那個球 所以其他的美國學生就圍在那邊 竊竊思議說 這個stupid foreign student 怎麼連球都打不到 那一場對我心裡的創傷很大 所以在我太太的鼓勵下 她希望我應該要開始練這個 否則下學期又犯同樣的錯誤 所以我從那一次以後 我每天練五個小時 到我畢業就是五年後 我拿到博士畢業 我那場球打了70桿 我變成冠軍 我從一個完全打不到球 五年後變成冠軍 那種對我心裡的建設還有影響非常之巨大 結果因為在研究所發生的一場球事 讓不服輸的張醫師因此與高爾夫結緣 並且從此愛上 後來也才萌生了他想在每年元旦舉辦一場 業餘高球賽的想法 我覺得在這個賽事裡面 選擇元旦那一天是我最高興的 元旦你現在想這是一年的開始 七點是剛好我們新竹第一道曙光出來 我們就發球 這不是告訴我們 我們如果要做一件事 你要進展 一年一開始就開始 對於一個小朋友 他如果能夠體驗到 你如果要努力要擊掌 我想對他的人生就有很大的貢獻 不過由於貝多芬這個聽起來 比較像是音樂型態的名稱 在高球場上實在是很特別 經由我們深入了解之後 才知道貝多芬的賽事名稱 其實蘊含了多層含義 主要的原因是我從小 就對古典音樂很有興趣 等我有機會開成熟 我就希望我能選 我喜歡的藝術家當我的名字 而貝多芬本身很好記 另外第二個貝多芬 貝在古時候是貝殼 我們中國古時候是用貝殼當錢 如果你錢貝貝多了 再分享給大家 我想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理念 第三層意義就是 貝多芬如果你用 字面上來分析的話 貝殼多麼芬芳美麗 這也是我們做假證 終極的目標 最後一層含義是 我發現貝多芬本身就是一個 很執著很堅持要把一件事做到完美 而且有開創性的思考 這也是我當初定整所的名字 後來把這個整所的名字 沿用到球隊跟賽事 我想都是共同 然而張醫師是一個 反式講求效率的人 就連舉辦球賽也是一樣 甚至他還曾經勉勵其他球友 可以打得最爛但不能打得最慢 非常注重時間和效率的特質 也在這場比賽上發揮得淋漓盡致 我本身在國外讀博士 又要讀博士 又要做研究 又要看診 又要打球 每天我要練小提琴 然後我冬天還要畫畫 所以我其實做好多事 我一直在思考 我怎麼樣用有限的24小時 把所有的事做完 我還可以每天睡得很好 所以效率一直是我每天思考的重點 所以當我回國看到有一些夜雨球友 他為了一個推桿會在那邊看半天 然後最後還是沒有推進 我就會跟他講 你如果要沒有推進 為什麼需要看那麼久呢 所以這一點後來 我們就把它落實在我們的比賽 在推桿的時候 我們會設一個小圓圈 你只要推到這個圓圈 我們就給你OK了 也就不用在那邊描來描去 那些都是在浪費大家的時間 對於這場比賽 接下來已經要邁入第16年 我們問到張醫師是否曾經想過 比賽會擴大到今天的如此規模 他的答案卻讓我們學到更多 我的答案是完全沒有 所以這場比賽也給我感覺 你只要每天做正確的事 那麼你的能量是慢慢累積的 你在一路上 你會看到有更多人 願意跟你一起做一件事 對社會有意義 然後把它轉型上 像目前這個樣子 面對於這場 堅持了16年的夜雨賽事 張醫師他也有最深的期許 我自己最大的期許是 從我個人慘痛的教訓 我30歲的時候 我不會打高 我就被下 我希望當我有能力 幫助下一代的時候 我希望能夠幫下一代 建一個小舞台 當他上了這個小舞台 他可以看得更遠 他看到世界更大的舞台 所以舞台是全世界 而不是人侷限在這裡 這裡只不過他的出發點而已 懷抱著對青年學子的期待 張慧南醫師不惜 投入了許多資源以及人力 為的就是打造一個其實舞台 讓孩子們走得更遠 而我們也期許台灣 能有更多像張醫師這樣 願意為高球 為下一代付出的人 一同來為體育賽事努力